持續帶您來關心國際的最新消息 在台灣時間凌晨12點08分左右 日本宮崎縣東部外海發生規模6.6的地震 大分線宮崎縣最大震度達到5級 日本氣象廳表示 這起地震沒有引起海嘯的危險 那這起地震的震央在宮崎縣東部外海日向灘 深度45公里 包含高枝縣 雄本縣震度都達到5級 東海 北陸 伊豆群島 九州 鹿兒島 四國 愛媛縣 廣島 也有4到1級的震度 日本氣象廳則警告 搖晃比較強的地區有落石貪方的危險 未來一周可能發生最大震度5強度的地震